曾经接在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的邮轮世界梦号2月5日早上抵达香港启德邮轮码头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人员现场为旅客检疫 所有人未经卫生署许可不准下船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港口卫生科总港口卫生主任梁耀康说 在此邮轮上没有1月19至24日曾经与确诊患者接触过的旅客 船上1800多名乘客中有九成是香港居民 其他为外籍人士没有内地游客 梁耀康表示 卫生署人员正为乘客检疫初步了解 约30多名员工自己申报出现病征 包括咳嗽或喉咙痛等比较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特征 其中三名员工称曾出现过发烧现已退烧 三人将送到公立医院隔离并做新型冠状病毒测试 其他曾出现病征人士的样本 一回送到公共卫生检测中心做新型冠状病毒测试 据了解 出现确诊病例的世界梦号航次是为期五晚的越南之旅 于1月19日从广州南沙出发 共上下船乘客4482人 以及1814名船员 其后有三人确诊染病都已经返回内地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